佛教讲三世因果实际上指的就是今生你所有的作为 就是因为你上世一世你做的行为所受的果报而已 因为你上辈子没有积德 所以你这辈子才会受苦 因为你上辈子做了很多功德 你这辈子会享受你的福报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投胎投得比较富有的人家 或者投胎投得爸爸妈妈身体比较好的人家的原因 所以那么现世的善恶业 那么又影响到你未来的苦果 也就是说今天你还在做坏事 你下辈子一定得不到善报 末法时期已经等不到你下辈子了 很多人在今世就做了很多的坏事 当场受报 抓进去枪毙 那些都是现世报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不造新业 才能保住未来 我们消除过去的旧业 我们才能造成更好的新业啊